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我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我是天天 有一个人分享说,孩子还小的时候 他们住的房子比较小 当孩子们上了小学 为了有各自睡觉的空间 他和老公买了制作上下铺的木板和工具 不到一个礼拜就完成了 看到两个孩子在自己的空间里玩耍 又可以睡得很香甜 他觉得这是金钱也买不到的幸福 我相信我们的生活 就是在这些一点一滴的累积里面 我们感受到幸福 感受到生活有意义 甚至也让我们有了活下去的动力 打开现在很多的新闻报道 看到很多的人因为生活中的不顺利 选择自杀 也让他身旁许多的亲朋好友 伤心失望 是什么样的生活压力 大到压垮 这些人让他们选择去自杀呢 今天的空中留言板 Apple跟我们分享 有一个新闻事件呢 让他真的是彻底失眠了 这是什么样的事情呢 又带给他什么体会 我们就来听听Apple的分享 失眠 昨晚睡不安稳 因为爸爸晚上进门 告诉我一条社会的新闻 一个国二的孩子 想要最新的苹果手机 爸妈不准 自己好不容易偷偷存钱 买到了最新的iPhone 妈妈没收之后 她竟然跳龙 我想这个家 昨晚也无法入眠吧 追根究底 爸妈拿走的不只有手机 可能连自信 甚至活下来的勇气 都一并没收了 现在的孩子需要知道为什么 需要了解教导 指令 这些的背后 爸妈动机和理由是什么 不像以前威权时代 说一 不二 国中 还处在一个探索自己 需要同才认同 肯定 的一条纲锁上 平衡点的两端是父母 还有同学 若一边失衡了 很有可能会摔倒 重伤或失去生命 孩子急需要看到的是榜样 沉迷手机 我想男女老少 可能多少都有一些吧 要怎么样让孩子觉得 现实的生活比虚拟的有趣 我们又如何让他们看到榜样 我相信这个孩子花了不少心思 经历了期待与等待 可能饿了不知道多少餐 牺牲非常多的玩乐 我不知道 但青少年的头脑 本来就像外星人一样 天马行空 难以捉摸 不是吗 怕是怕这一跳 又会有多少的父母 担心自己的孩子 骂不得 讲不了 又会养出多少天不怕地不怕的皇帝 还有公主 老师们又会被打压 因为孩子各个都是宝 我想说的是 生命很美 有太多太多宝贵的事物 在等着我们 我祷告上帝 派天使安慰这个家 安慰这个受伤的爸妈 并让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 能够经历体验 上帝创造我们的那个美好 天使夜未眠 今天我为你安排的单元是 空中留言板 Apple分享了这则新闻 这个少年因为手机被没收 选择跳楼自杀 震惊了当时的社会 我相信也震撼了我们的心 或许有很多的人在想 手机被没收压力是有多大吗 强烈到要用自杀来表达吗 我们的价值到底是建立在哪里 是建立在我们的衣着上 我们的外表 我们所用的这些东西 好不好 高不高档 能不能够得到别人的肯定和接纳吗 如果我们的价值是建立在这些 有形的事物上 那么有一天 当这个事物消失了 被摧毁了 那么我们的价值感 是不是也跟着被摧毁了呢 有一个女孩跟我分享 她说感谢上帝 当她处在一个 很多的女性的朋友 在那里比较穿着啊 比较男朋友的时候 她说上帝帮助她 更多地看见那无形的关系 也就是人与人之间 有品质 有价值的关系 在这些关系的里面 她深刻地体会 生命的美好 她珍惜自己 也懂得珍惜别人 她看见原来每一个人 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 每一个生命何等宝贵 上帝教导她 有这样子的眼光 有这样子的信念 所以当她人生遇见 很多的挫折 或者别人瞧不起她的时候 她没有因此失去盼望 失去信心 或者选择堕落 我不知道此刻的你 人生过得怎么样 但其实我们都有机会 选择过更好 更有品质 更有质感的人生 我相信这个品质 是从上帝而来 因为它让我们看见 我们生命的价值 在乎它 不在于这些 有形的这些东西上面 你认为呢 也欢迎你来信 跟天天分享你的想法哦 祝你平安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 拜拜 她是如此爱我 爱就像冬着风 细卷着我 相赋在她 奇妙的痛才和怜悯 就在那一瞬间 我在不知不觉中 你荣耀遮盖 遮盖我苦难 我明白你是 如此的荣美 你的爱对我 是和气的伟大 噢 她喝得爱我 噢 如此爱我 她喝得爱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